原住民特色商品开发设计行销般的第一堂课 就是如何拍出漂亮的产品照 从相机的功能 灯光技巧到商品摆设 让产品照成为很好的行销工具 你这个漂亮它有分两个层次 基本上有些人会把商品拍得跟它实物 比它实物漂亮很多 这样子的话会造成一些所谓的消费纠纷 那我们现在要求的是说 商品是一样的 可是我们的背景 我们的布景 我们就是说强化它的周遭 让它衬托出这个商品的漂亮 参与的学员大多是从事手作商品的族人 都希望透过课程学到设计的方法 以及行销的管道和技巧 让自己的手作艺品可以被看见 想要被发现就要来上这个课 让大家看见原住民的东西 因为我是很习惯不同上名牌的 想要有那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 所以就想要从事说做行销跟创作这方面 除了这个设计的理念之外 我们希望透过实作的课程 让他们学习到技巧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产品的包装跟行销 这是最实际的 为了增加学员们的实物经验 课程特别拉长了实作内容的实数 比率甚至超过四分之三 希望可以协助学员尽早取得证照 记者帮忙高雄市陈吻报道